这两位老人的问题 我们两个七八十岁了 儿子在外不来看问我们 也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 我们打电话给他 他都不听 请问法师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你这生啊 没有遇到佛法 那真是很难办 你会很痛苦 现在遇到佛法了 听闻净土法门 想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事情是好事 我得恭喜你 为什么呢 你不正好放下吗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 佛菩萨来帮助你 一般老人对孩子都有情指 很难放下 不放下就往生不了 不放下了 你还得放下 走的时候不还得放下吗 但是你这个放不下的情指的念头 会让你继续轮回 遇到了这个孩子将来 见了面 未必能认识 或者换了一个角色 他不是你儿子了 成为你的 你们家普人了 甚至你们家的牛 你们家的马 为什么呢 他欠你们了 所以要来还 还债 换了个角色了 就不是儿子了 六道轮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改变角色 如果你真正啊 有三视眼 你看到了 你就觉得 这有什么意思吗 真的要放下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家臣 你就做阿弥悦智菩萨了 你即刻就能够化身无量 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啊 自在无碍 所以 那孩子不来看望我们 就是不打扰我们 在家里好好听经念佛 这不就是你的福报吗 你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你想想 这对你往生有好处啊 往往啊 障碍我们往生的 多半是家里人啊 家里面真的 怨情在主啊 家里人关系不外乎四种嘛 讨债的还债的 报恩的抱怨 那他们估计啊 这个情况不会是来报恩的吧 多半是来讨债的 抱怨的嘛 赶紧也还理好啊 为什么呢 他该讨的应该都讨完了 所以他不理我们了 好啊 这时候 这时候 我们呢 这个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一心念佛求生军徒 那恭喜你了 你这生 真的 做二位乐之菩萨 一生不退成佛 那个殊胜功德利益 不可思量 然后你会感恩你这个 儿子 这佛菩萨来护念你啊 就逼着你放下 你不放下不行 这不是佛菩萨实现吗